另外还有一项报道就是根据消机会对台北市的儿童游戏设施所做的调查 发现几乎全都不合安全标准 这的确是令人担心 这是台北市一所国小的游戏区 但是您看这一个大人高的单杠事件在坚硬的水泥地上 如果小朋友不小心摔下来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另外这个绳梯的绳子已经断了好几根 其他部分也因为使用太久磨损的都差不多了 一不小心也很可能发生意外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地方几乎都看得见 根据消机会对台北市53所学校和幼稚园以及公园的游乐设施所做的安全调查 发现不合格的情形相当严重 地平的材料跟高度之间的关系是最严重的 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脑震荡和骨折 很多脱落断裂腐败等等 都是造成很多可能意外伤害 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在那个空洞那里脚一踩一个空很可能会折到 负责调查的消机会委员谢袁指出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关于儿童游戏设施的安全规范 以至于没有一个专责机构来关心儿童的游戏安全 因此及早订定儿童游戏场所的国家安全规范 并且更新和维护各种游戏设施 才能够让我们的儿童玩得更安心 感谢观看